来自汉密尔顿的汉密尔顿卡奇野战系列 一直被认为是以价值为导向的 瑞士制造机械表的最受欢迎的选择之一 它拥有经典的军事风格设计 十分难得的多功能外观 极具吸引力的规格和丰富的遗产来支持这一切 所以它受到钟表界的广泛喜爱 也就顺利成章 加入该系列后 汉密尔顿为卡奇野战系列推出了一款 惊艳四座的新成员 酷炫的升级 以补充经典卡奇野战系列的战术性质 从永恒的标准配色 到大胆尝试的颜色 质地 三款新的38毫米汉密尔顿 卡奇色野战钛合金自动腕表 为该品牌最成功的野战腕表 此系列之一增添了深度和魅力 KKFUIT TITAMI AUTO BLACK 38毫米RIFE H7020 5830 配备了黑色哑光表盘 最明显的是雕刻而成的 蜗牛爬形图案 蜗鱼橙色的阿拉伯小式标记 秒针间和60分钟标记后面 加上阿拉伯数字和指针的 白米色夜光涂料 仅此一项就为该表带来了 其他同级别的野战表 所缺乏的精致气息 使其在智能休闲的情况下 更加灵活多变 KKFUIT TITAMI AUTO GREEN 38毫米RIFE H7020 5860 以及独特的卡其绿色调成一线 从绿色到橄榄色不等 但又避免了深菌绿色的经典配色 这种绿色的表盘 与它的功能结合得很好 阿拉伯数字和指针中的 米白色夜光涂料 使整个手表的颜色更加协调 其中两个型号 通过完全拉丝的表面处理 突出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感觉 这与汉米尔顿相对苍白的 太和心相结合 使这些新款在视觉上接近 其前辈的不锈钢材质的形象 整体形式简单 功能至上 有渐变的运动型表耳 垂直的表壳侧面 以及细窄的倾斜表圈 KKFUIT TITAMIN AUTO WINTER PVD 38毫米RIFE H7021 5880 表盘绝对是与众不同 它具有经验的复古城市外观 表盘几乎像是由混凝土制成 表盘广阔的灰色空间上 去掉了数字背后的环 给了表盘更多的呼吸空间 使它看起来直径更大 熏黑的涂层表壳 进一步巩固了 这款腕表作为21世纪腕表的地位 发黄的夜光涂料 不是任何复古灵感的迹象 更像是一种艺术选择 对于这款腕表 汉米尔顿采取了更大胆 更冒险的视觉处理 在表壳上涂了一层 完整的雅光黑色图层 这种现代战术风格的表面处理 在图像上 很适合表壳的简洁线条 以更现代的工具表的方式 重塑设计 在手表的背面 可以通过透明的表壳背面 看到机芯 其特点是 定制装饰的转子上 刻有汉米尔顿的标志 由汉米尔顿自制的H-10 自动机芯提供动力 该机芯是一个改良的 镶嵌25颗宝石的 ETA C07.611机芯 该机芯的主要亮点是 通过将每小时 28800次的4赫兹跳动频率 降低到3赫兹 每小时21600次 而实现80小时动力储备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款腕表还配备了 由内外创制成的油丝 这是制表叶最先进的 抗磁材料之一 表备用螺丝固定 可达到18、100米的防水性能 关于万代 这款卡其也占 钛合金手表的亮点 是其38毫米的表壳尺寸 突出了适应性 用户舒适性和历史感设计 作为一款最初 为野外行动而制造的手表 钛是现代工具表 绝对合适的材料选择 它具有相当强的耐腐蚀性 坚固性和耐用性 这些都是卡其野战系列 作为一款野外手表 所需要的基本特征 这款手表是为户外探险而设计的 将使任何佩戴者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能随时准备好上战场 行动方便 总的来说 100年的军事钟表传统 和轻质材料 使卡其野战太和金 自动万表 成为当代英雄们 可以想象的最佳多用途万表 这款手表既适合军事领域使用 又能满足日常佩戴的需要 它肯定是一个忠实的伙伴 值得购买 好了 这就是以上内容 如果你对这款手表感兴趣 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查看 链接将在下方文字中列出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点赞 关注和开启通知 可以收到更多即将发布的视频 并且请关注 我们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可以获得更多优惠 这些平台会长期更新 所以请持续关注 再次感谢观看我们的视频哦